各位平安 《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十六到十七节 是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 可以阅人的眼目 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 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在蛇的诱骗下 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背逆神 人性从此堕落 有些人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神只是想测试一下 人是否顺服他的命令 他指着园中任何一棵树 不许它们吃也可以达此目的 为什么神单单不许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 难道神不希望人有智慧能分辨善恶吗 我们下面是从神的主权 圣洁与公义来看为什么神告诫人 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一 神的主权 圣洁与公义 神在创世纪里特别向人启示他的主权 神的创造决定了神的主权 神创造万物是有目的 有计划 也有旨意的 他也是立定一切标准的那一位 正如真言十六章十一节所说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 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 神也在圣经里多次启示他的圣洁与公义 历位记反复启示神圣洁的属性 诗篇十一篇第七节八十九篇十四节 也特别告诉我们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值人必得见他的面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神也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七节里 郑重地告诫人 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此他自己就是公义的标准 神也以此标准判定与审判 凡不合乎他标准的都是罪 在英文中 罪常用两个词来表达 transgressions和sins 中文翻译分别是过犯和罪恶 前者的词跟原意是过戒 后者是为众把心 为达标准 例如以福所书二章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其中的过犯罪恶 在英文圣经中是transgressions and sins 所以过了神的界限和 未达到神的标准都是罪 简单的说就是不该做的做了 不该想的想了 和该做的没有做都是罪 比如按神的标准 不该撒谎却撒谎了是罪 该管教时没有管教 该劝诫时没有劝诫也是罪 当神告诫亚当夏娃不要吃分别善恶术的果子时 一是要检验人是否听从顺服他 另一个重要的目的 是不要人自己做神 自立标准 并按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 因为当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时 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可悲的是 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术的果子 从此自己做主 自立标准 也带来整个世界的混乱 与痛苦 二 自立标准的后果 一 自立标准带来纷争与混乱 因为不要神的标准 人人心中自立标准 每个人心中的纳杆秤 也都有自己的刻度 比如人心中的卫生标准是不一样的 先生可能认为一周扫一次地就行了 太太可能觉得一天扫一次才叫干净 有人觉得孩子要放养 有人则认为要严格管教 有人觉得神定的一难一语的婚姻定义 我不能接受 我要按我的感觉重新定义等等 人离弃神的标准而自立标准后 小偷有小偷的两心刻度 杀人犯有杀人犯的行为标准 每个人的人生观 价值观 金钱观 婚姻观等都大相径庭 也因此带来世界的混乱与纷争 试想假如每一家商店都用自己的秤与刻度 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世界混乱的根源就在于 隐藏在每个人心中自定的刻度 自立的标准 战争双方都在为自定的公益而战 表面的贸易战往往是反映内在信念与标准的差异 远非谈判能解决的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人吃了分别善恶书的果子 二 自立标准导致人际关系的种种问题 自立标准是很多情绪痛苦的根源 例如一个完美主义者 会因着心中自定的一个严苛标准没有达到 就会不断地接收定罪的意念 导致反复控告自己而陷入抑郁 而当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去度量 判定甚至是要求别人改变时 会对人产生错误的期待 以为对自己应该的对他人也是应该 自己可以做到的别人也应该可以做到 也因此带来指责、论断、强迫、掌控与暴力 人际关系的灾难常常都是因为 人用自己的尺子坐在审判台上而导致的 第三 自立标准使人不知罪或将罪合理化 当人心中没有神的话 自立刻度后也就落入对罪的无知 会以有罪为无罪 把不正常当正常 例如不知道论断是罪 会把忧虑惧怕当作正常 以至于常因无知活在罪中 饱受罪的折磨 却不知寻求医治与拯救 当人自己做神 也会随意更改刻度 将罪合理化 例如以大家都这样为由 认为现金收入不报税不是罪 以至于落入神的审判 还不知为什么 这一切都源于人吃了分别善恶术的果子 心中没有神的话 自立标准 自定刻度 也因此在混乱与痛苦中挣扎 弟兄姐妹愿我们时常警醒 认定神是主 医生学习谦卑舍己 全心相信 顺服 并遵行神的话语 最后 以诗篇119篇10到11节 与大家共勉 我一心寻求了你 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